台海巡署日前正式授权可对渔船使用致命武力 并且大幅精简的开火流程 来看详细情况 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上周台湾行政院通过海岸巡防机关器械使用条例修正草案 该草案第二条明确加强了台海巡署使用武器的权利 授权使用致命武力 要求台海巡人员执勤时 为保障自身或他人生命身体之危及情形 可以不经鸣枪警告使用枪械进行射击 此修正草案对我渔民指向性明显 反正枪在他们手上现在又不限制 怎么用还不是他们说了算吗 台当局的举措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台当局海域执法部门在近些年来 针对大陆渔民采取了种种非常下作的过激手段 既然无法对付解放军 台当局也就只能针对大陆平民下手了 海巡署是台当局主要的海岸巡防机关 主要由警察、军人、海关人员或其他公务人员组成 实际上就是一个准军事组织 别看海巡署平常不负责军事任务 但战时可依法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 台当局海巡署拥有一千吨级以上的巡防舰共11艘 一百吨级以上一千吨级以下巡防舰共12艘 一千吨级以上巡护船共3艘 一百吨级以上一千吨级以下巡护船共1艘 一百吨级以下巡防艇共192艘 并拥有两艘搜救艇及四艘储屋船 总服役船舰共225艘 目前台海巡署还有四千吨级的大型巡防舰 两艘服役、两艘建造 特地装备了42连装70毫米火箭发射系统 这样的火力完全就是针对大陆海军或者是海警而准备的 台海巡署其余的大型和小吨位舰艇 也普遍装备40毫米高炮、20毫米自动炮、12.7毫米重机枪、水炮等武器 威胁程度不容小觑 最近一段时间内 针对在澎湖海域避风的大陆渔船 台当局不但不提供援助 甚至派遣海巡署舰船进行驱赶 使用水炮强行驱离渔船 高压水炮对于结构简单的渔船破坏力可不是喷喷水那么简单 高压水柱打到渔船的窗户上可以说是轻刻洞穿 击碎的玻璃碎片将在高压水柱的冲击下在船舱内飞溅 高压水柱或是飞溅的玻璃万一击中渔民就会造成人身伤害 重则甚至危及生命 此外台海巡署还常常仗着自己建大的优势 动不动截停大陆渔船 然后手持武器上船非法将我渔民逮捕 然后强行押送到台岛拘捕和遣返 他们这么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大陆官方此前就表示 中国大陆在沿海多处设立了台湾渔民接待战 相比之下台当局野蛮驱离避风大陆渔船的不人道做法 十分令人愤慨 退一步讲 不管大陆渔船为什么停泊在了澎湖海域 台当局根本没有资格将其驱离 笑话 中国渔船在中国海域活动有何不可 台当局有什么资格出动准军事舰艇 欺负手无寸铁的渔船 要真有本事 怎么不敢和解放军的052D驱逐舰碰一碰 所以说台当局这种欺软怕硬的做法令人作呕 屡次袭扰大陆渔民劣迹斑斑 现在又授权可向大陆渔船直接开火 此种情况下完全有必要重拳出击 当然这需要大陆官方的海军和海警等国家力量 为渔民提供安全保护行动 现在解放军海军和海警的力量 可以说是相当强大了 相比台当局我们有绝对优势 完全可以碾压海巡署那些臭鱼烂虾 先不说海军 就是大陆海警也刚刚入役了20艘056轻型护卫舰 这实力堪比一些中小国家的海上力量了 这些056护卫舰的76毫米自动舰炮 都是原样保留的 专门用于对付台海巡署这类的萧小之辈 现在海巡署装备的最大口径火炮就是40毫米自动炮 面对056护卫舰的76毫米舰炮根本不是对手 更别提其他海巡署的小吨位舰艇了 而且台当局既然允许海巡署对手无寸铁的大陆渔船开火 那么我们也有理由对其还击 056装备的76毫米舰炮可以在一分钟内对台海巡署舰船 倾泻120发高爆弹 足以将挑衅的海巡署舰船炸个千疮百孔 此外 海巡署为了对付大陆海警也在建造4000吨的大舰 并且升级成70毫米火箭发射器 而当我军下一代护卫舰交付入役后 054A护卫舰也将开始入役海警部队 仍旧可以保持对台海巡署的碾压优势 如果台海巡署继续武力挑衅大陆渔船 危害大陆公民百姓安全 单是海警大军就能够剿灭海巡署这些不法分子